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取样器的特点在于 它能够尽量避免海底脑洞的情况下 能够把我们这些海底沉寂物带上来 所以我们取上来以后呢 通常的话能够取到 这个不受脑洞的沉寂柱状样 同时也能看到这个 取到这个沉寂物上面的散布水 这个岩石的话 实际上这整个是一个岩石的破碎带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就是在板块俯虫过程中 它会产生大量的挤压力 这个构造的挤压力 导致这个板块发生了破裂 变形折皱 所以它会产生很多的涅系 在涅系的边缘 就会发现这些岩石的破碎带 从我们取上的样品来看 它是表面实际上都发生了 轻微的十变作用 所以这种湿变作用实际上对地球生命的起源 也是非常有启示意义的 因为湿变过程中 它产生了大量的这种气体 粘土宽物甚至有机制 所以为地球最早期的生命起源 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环境 所以对深渊研究 地学 生物学研究都非常有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